突然來個長紅爆量的個股 是真的一個轉機 而且轉強嗎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 尤其是今天這一根長紅K棒 然後又帶量走高了 很多個股都來到了八月份的高點 不曉得你手上有沒有呢 友達群創面板雙虎 特別是今天友達量又特別大 合金金融股今天不錯 富邦金完成填息 台氣營最近很強 剛剛顧總也講到 另外呢也看到有台興金開發金 再來是鴻海 另外有迅州跟中興店 這些都是創了八月份的高點股 那我們回到剛剛講到友達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前幾天真的是業績的報告很糟糕 是不是利空出境 你看股價居然慢慢慢慢的回 往上走到快到季線了 今天的開高 而且呢持續在盤中震盪 雖然有一點點小回 但最後還是收高 開盤的高點符合你剛剛講的強勢條件 3%然後呢 拉回修正沒有跌破這個開盤的高點位 這好還有一個均價線也都維持 對 幾乎很上都在均價線附近 所以澡盤那邊震盪 均價線就收穩 你要做當初也可以賺這一段對不對 壓回來之後沒有破沒有破我可以續抱著 尾盤也拉上去了對不對 那明天能不能續搶 對啊 這個問題 今天爆的量很大 有沒有 量很大 當然股價前一段時間 它已經慢慢漲上去了 今天有點噴出 但是啊 面臨到這條叫季線的壓力 所以明天會震盪 明天通常季線一定會震盪 也是以季線當壓力來看 對 會有碰到壓力的一個情況 那有了這一段就先賣嗎 對 碰到季線你短線上過不去 我起碼賣一些 先調節一些 OK的 但是最近來看法人籌碼各方面是穩定的 未來呢 就是這裡一個頸線 不要去破 就有機會整理整理之後再往上勾 大概是在十五塊嘛 就之前這個 對 差不多 對 這邊平台整理的附近 大概就是那個位置點 好 這是我們看到面板股友達了 當然呢 還講到 你剛剛有講這幾個條件 當然今天我們把友達量很大的拿來解釋 不過呢 有更好條件的 今天留意誰可以跟 誰不可以跟 當然要先符合我剛剛講這些條件 像今天漲停的茂達 巨洋 這盤中就可以去跟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6138 我們看盤中 盤中 這個 你看 一開盤開很高對不對 對 5%以上 對 絕對超過38的 有沒有 均價線在這邊 開盤這樣 那邊震嘛 震的時候量有沒有說 有嘛 開盤有量 攻擊都有量 所以一開盤這邊均價線沒有跌破 你就可以進場 結果就漲停了 就鎖漲停了 留意這個均價線 注意 開盤過高之後均價線不能破 另外一個呢 像巨洋 一式氣階巨洋 你看 開高 就這邊先震嘛 震的時候它就亮縮 亮縮 開高 然後拉回亮縮 守均價線 對不對 結果均價線手速都沒有再破 然後股價震盪 震盪就漲停了 就漲停了 所以這個位置點如果一開高 它維持在均價線之上 而且攻擊的時候有帶亮 基本上就可以切入了 了解 這就是強勢股怎麼抓了 幾個條件 還有幾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但是也有失敗的 很像這幾天很強 遜州跟統一石 今天失敗 我盤多久不會墜 一樣開高對不對 馬上沒多久 算穿上去了 均價線有沒有失守 有失守 失守 跌破開盤價 對 又失守一次 結果你看 股價來看 力道上就弱 當天我就不能強了 統一石也是一樣啊 這也是最近很強的各種 我一直一天到晚在買對不對 衝上去之後 馬上跌破均價線 股價也盤到這邊 就沒有空間嘛 當天的強勢 力道上就不夠強了 好 了解 均價線很重要 最近幾天觀察強勢股 就看盤中到底你要不要抱在手上 尤其明天更可以運用 因為禮拜五 好 那我們講到 除了這樣的觀察之外 其實也要看收盤 看收盤的時候 怎麼來留意長紅爆量股 到底他會不會隔天還續強 對 我想既然收盤的話 你開盤那麼強 漲3% 你漲幅要5%以上吧 收盤要5%以上 這才代表強 黑紅 K棒才會紅嘛 要收實體的紅 K棒 這基本的 而且進來看的話 法人能夠買 就算沒有買 買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起碼之前融資有減肥過 籌碼是安定的 基本上今天很多都是跌身反彈的嘛 另外一個量很重要 一定要爆量嘛 要有量 成家量大於五日均量 還有前一天的量 這個一定要符合 你沒有說成家都沒有五日均量那麼大 那力道上是有限的啊 那收盤價呢 要站上日線 週線 月線之上 代表說我短期的力道上攻擊力道是強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有機會 期望他可以延續今天的漲勢 那我們另外也講到 如果突然來個長紅爆量 可以續強的話 挑出來今天怎麼跟 對 我想舉個市場例子給大家看一下 巨洋 茂達剛剛前面講過 台表科跟M31 今天M31很強 很強 這是第一季 都賺錢啊 都很賺錢的公司 你也把業績放進去 對 都放進去 都已經公佈了 都很賺錢 當然QOQ各方面 我們先不去探討 基本上上半年加起來表現都不錯 至少半年爆不錯 而且法人不是大坎 有些還在買 事實上不賣了 我們大家檢視一下 這些今天比較強 帶量長紅的個股呢 有機會 不是明天下禮拜可以續強 我們看一下紡織的巨洋 我想時間拉長一點 這個衝那麼高 對 它其實跌很深了 以為上新高原來是這樣 我想最近法人有買一點不多 但是你看 攻擊的時候帶量 整理的時候量縮 所以今天剛好看到 開盤就開很高 就震盪走高 鎖漲停了 所以我們看到 他剛突破這個平臺整理區域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還有空間 真正的壓力是在這條年線上 大年線的位置 兩百塊以上 當然不代表說 因為明天剛好是禮拜五 不代表我是說未來還有空間 但是明天會稍微震一下 畢竟今天攻得很急很快 震一下沒有關係 半根的紅K棒不要失守 基本上下禮拜應該有續強 就是前一天的帶量紅K半根不能破 才算是續強股 這個條件上 大家常常就聽到 就要知道 好 另外回到剛剛那一章 也講到貿打 我們剛剛也講了 那另外臺表科M31 對 我想法人比較記住 臺表科M31 法人就比較記住 看一下臺表科 今天的股價也往上衝了 增量對不對 當然年幾紅之後呢 力道上 上面可能有壓力 沒有錯 不過基本上來看的話 他真的壓力是在這邊 因為我可以這邊出量 這邊底部出量 這邊過去這邊沒有量 基本上這邊要套牢嗎 力道上應該很輕嘛 對 所以這邊出量往上攻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機會還有空間 好 所以他已經算是 突圍之前的套牢量了嗎 對 沒錯 他已經過來這邊了 所以呢 短線上或許會震盪 但是趨勢上 他站上極限喔 是 有機會再往上攻 好 站上這接近百元了 剛好今天一百塊 對 對 對 好 再來看到M31 今天整個IC設計股很強 但是這些都是跌升的 對 跌升 基本上IC都跌升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場股票特別的強 底型有出來啊 今天是 新鮮接就站上去了 今天出量 法輪也買 所以我認為他續牆的空間是存在的 而且雖然今天沒有去鎖漲跌 你有沒有看到景限位置點在這裡 剛好就在一半左右 所以未來明天或下禮拜這邊不要跌破 基本上有機會再繼續反彈 好 謝謝建成 剛剛這樣講是強勢股的部分來看 怎麼跟了 當然今天很重要就是在於外資回頭了 再一買一百四十億 那外資買超 雖然說昨天賣一百七十五 今天買回一百四十 也不錯啦 重點呢 還有看到期貨盤 期貨盤的空單 應該說是多單 昨天大減 今天大增 所以外資等於說是現貨跟期貨 今天都大做多單 代表說明天週末的行情 外資的態度怎麼看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比較樂觀 因為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先從期貨的一個空單角度 多單角度來做解讀的話 之前他做的是所謂的一個收斂逆價差 是一個套利的過程 不過因為下個禮拜 台子其實就要做結算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再去做加碼 代表他們對於這個 到下個禮拜的結算行情 應該相對來講是比較樂觀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未來這一週的時間裡面 大家其實可以比較偏向多方來做看待 好 比較偏多方看待 但是今天增加多單 五千八百口這麼多 現貨又買了一百四十億這麼多 每天看起來你看 這幾天都是一紅一黑一紅一 因為期限選加起來 至少今天是三百一十八億 這是最近最多的一天 最大的那個 這個這個正值最大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談到說 因為下個禮拜就結算了 那CPI這個不確定因素結束之後 其實我覺得外資的操作上面 應該會稍微比較激進 偏多到下禮拜結算嗎 下禮拜結算 偏多到下禮拜 對 禮拜三 OK 這是外資太多 那立刻來看外資買什麼 今天買超前十名 第一名友達 四萬多張 第三名群創面板雙 沒錯 那也買了聯電 但前三名看起來好像都之前 利空不跌 跌升反彈的個股 就是相對基期比較低 因為你說這個 從低點一三九二八 談起來也超過一千點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外資 通常也不太會再去追 那種所謂已經大漲一段的一個個股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們今天的一個買超 大概都是以這種 相對位階比較低 或者是股價比較低的一些個股為主 低價股 對 除了面板雙虎 跟這個晶圓代工的聯電之外 你看像台契銀 新光金這個其實也是屬於低價的一個金融股 那比較特殊的應該是統一石 不過統一石這個外資是連續買三天 不過因為這個過往 他們其實大概不會針對統一石做比較大幅度的買超 怎麼突然連續幾天買這麼多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這個外資 到底是不是真的外資的一個法人 那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基本上假外資也不是說股價一定不會漲 但是大家就心裡要有個準備 就是說 有買就是好外資 基本上 對 他的操作的週期可能會稍微比較短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做這種 如果你那個突然看到這種 你在過去外資買到前十名 看不到的股票的時候 大家在操作上面可能速度上面就要稍微加快一點 了解一下 沒錯 但看得出來都是低價股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跌身反彈股的部分 除了鴻海比較強勢之外 這是外資的買超 所以外資態度是不是買的也會偏保守一點 或選跌身反彈股 選價格比較低的 那個風險會比較小 來看看賣 既然他今天回補一百四十一 那賣什麼就很重要 沒錯 賣的這些是不是就要小心了 對 這個我們剛剛其實談到就是說 基本上這種大型的金融股 大概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短線漲了嘛 去做一點調整是合理的 但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剛剛是不是談到說 有一些外資過往不會買 然後這個時候買的 譬如說你看像耿頂 像索羅門 像是這個提維西 基本上你會發現 他們那個翻臉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還有東洋 對 還有東洋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以這個提維西 東洋跟這個耿頂來看 它是屬於車用的一個族群 所以今天整體的車用族群 它的表現上面是有一點點掙扎的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 過去你看昨天外資大買 今天立刻倒出來 很明顯它做的是隔日充碼 所以這個就一般來講 不是正常外資法人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談到說 大家在做這種 你過去看不到外資大買的股票的時候 你這個基本上操作週期要縮短 那原則上這一波的股價 它是目前是回測到 十字線的一個關卡 大家可能稍微關注一下 如果十字線再做跌破的話 因為我記得耿頂跟提回期的那個 七月份營收其實都沒有說特別強勢 對 它的那個月的幅度是減少的 所以如果破十字線的話 可能短線當然投資朋友就應該去做推廠 好 所以這是外資調節 賣的是車用比較明顯 幾檔各個都在名單上 那另外呢 援金我還記得前幾天才大 他今天就賣了嘛 好 這是賣超的部分 前十名 好 特別講到今天一個話題 也讓市場關注到了 就是三星推出了折疊機 然後呢 蘋果下個月也準備 好像聽說兩場的發表會 也準備要推出旗艦機 三星先推 換蘋果推 八月 九月 兩個大陣營在這邊激戰 我們要怎麼看待 但有人說要換這次的新機 口袋要深一點 為什麼這麼深 因為手機貴 會變貴 空虹有關係嗎 就是基本上這兩支手機 應該這樣講 就是他們原本的那個定價 其實就稍微比較高一點 大概都在台幣三萬塊錢以上 都是旗艦機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買的話 的確那個口袋 大家要稍微準備一下 來看今天平蓋股 今天的手機股 這些個股的一個表現怎麼樣 今天看起來其實不錯 平蓋股的部分 跟手機股的部分是不錯的 呈現走高的多 你看平蓋股有中光電 陽城 力望台表科 那另外其他手機股 聯勇這些個股也都是 但是這些個股在平蓋股 或三星概念股當中 怎麼可以追 可以追嗎 尤其是不是有這個飄出香濃的 蘋果香呢 待會回到現場 我們就好好的說 怎麼看待這兩大陣營的比拼 這一次的買氣到底好不好 為什麼兩大陣營都說 他們的備貨要拉高 不怕經濟衰退嗎 反而備貨在拉高 為什麼呢 馬上回來